不知道材質的觀察 這剛剛講過了 然後這邊塗一塗 我也不知道 這好像剛剛也算是做過的 這個大概就是調材質 然後去畫一畫 看它的差異性 那這邊有個比較重要的觀念是說 其實你在畫的時候 你也是可以在這個地方直接畫 效果是一樣的 然後你這邊可以看一下它的高度 我這樣調高度 我這樣也是可以凸起來 然後高度可以拉小一點 然後就變成凹進去 對 所以這個是真的滿方便的 而且重要的是我們以前都要用Photoshop 你們現在都不用 就直接這樣畫一畫 輸出就好了 對 沒錯 那3D Paint 這邊目前好像也沒什麼重點 我的重點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自己不知道 對 對 因為 對 真的有點看不出來 我到底重點是什麼 OK 這邊有一個是橡皮擦 這倒是要知道 橡皮擦是快速鍵是1嗎 一般來講可能是Erazer 我沒有只是猜錯 Erazer 這沒有快速鍵 怎麼可能 可以擦掉 快速鍵是 是 我因為做音輸入法 我看一下 應該是Shift 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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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又是這個問題 語言設定 趕快加一個 G OK 然後 United States 下一步 加了嗎 我加了 OK 好 加了 然後這邊是 OK 試試看 B是Brush 結果不是 C 為什麼B也是跟C一樣的效果 M是Material 這個不可能沒有快速鍵 Erazer這一定有快速鍵 這個應該有 不會是P吧 P 猜錯了 算了放棄了 這個應該絕對有快速鍵 這個應該是 OK 查一下 Substance Planter Showcut 好了 Substance Planter Showcut Showcut OK Showcut OK 不會吧 這麼常用的工具 為什麼沒有快速鍵呢 對啊 怎麼會沒有 一個是Paint 這邊先不要 不用搜尋好了 Ctrl F P-A-I-N-T Paint 這麼多Paint 筆刷個大小 可以用刮弧去調 這個是反轉回階 快速鍵X 還有嗎 這個是什麼 Oh Use Tool Paint 左鍵就是 畫下去 對 然後橡皮擦 這邊是叫什麼 Eraser Eraser 是Eraser沒錯 Eraser 找一下 快要用自己慢慢找太麻煩了 A-A-S-E-R Eraser 喔 原來一個是1 一個是2 三什麼 喔 OK 1234 對 1 還是不能玩 喔 可以可以可以 喔 讚讚讚 電源跟Max的那一個 是喔 線線跟那個 電的工具一樣 喔 原來 我還真的沒有遇過耶 他以前好像不是這樣的快速鍵 好 我剛剛是照用Adobe的 我也是 對啊 我也是 我也是 B跟S 為什麼我弄不出 對啊我也是 對但是挖胡倒是一樣 嗯 喔這裡有寫啦 你看以前就一樣 哈哈哈 馬上自己打臉 自己打臉 自己打臉 對對對 OK 好 那再來呢 我們看好這裡面是 一個是Physical Painter 這個就很有趣喔 Physical Painter 但Physical Painter要用之前呢 我們其實可以先看一下 就是他這個 他的Layer圖層 我其實可以新增一個 Full Layer 他這個是一個Full Layer 但是我看一下 Ctrl-Z回去好了 這個是什麼 對啊這個比較快啊 這是什麼 Smart Material 新增一個智慧型材質 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那這個呢 Full Layer 好那就Full Layer 好的 那Full Layer裡面呢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去改Base Color 可以 所以他就等於是Full Layer 就整個填上去嘛 對然後你這邊就可以改他的Rothness Full Layer Full Layer Full Layer 然後再Metallic Full Layer 對之類的 OK 所以像下面這一層呢 其實就又可以 比如說我可以Delete刪掉 那我也可以再新增一層 剛剛 新增一層 新增一層應該是這個 對新增一層 OK 那我這邊呢 可能也許我就換個顏色 我就稍微先亂塗一下 那圖的時候其實這邊有一個可以注意的 就是這個好像是對稱 對嗎 對 所以Ctrl Z Ctrl Z回去 然後甚至很好玩 它其實有一個Lazy Mouse的功能 Lazy Mouse在哪裡啊 就是 讓你不會手抖的功能 Struck Opacity Size 所以基本上這個有灰圖版 還是會比較好用一點 對 Lazy Mouse 看起來很像 怎麼會跳出來 這個好像是對稱的設定 這個 Linear is in 你知道 這應該是筆刷在用力跟 不用力之間 他去怎麼去去那個 就是控制筆刷的大小跟 他的不透明度 對對對對對 所以現在還有一個 我們就是要去找他的 Lazy Mouse Lazy Mouse 現在有這個嗎 對 有有有 Lazy Mouse 對 就跟Follow那個 Laybrush的一樣 我是啟動了什麼功能啊 Lazy Mouse啟動 所以怎麼會變成點點點 應該是有一個什麼 哦 Distance 可以了 對對對 可以了 所以因為剛剛Distance被射大的 所以它就變成點點點狀態 對 好 所以 在用這個的時候要注意 就是 Lazy Mouse 可能要 就是要調它的距離 距離要拉大一點 不然它其實會畫不出來 好 再來 再來呢其實就是 我們其實可以有個所謂叫 智慧型的遮瑟片 我乾脆先刪掉 我再弄一個新的甜色塗層 然後這個甜色塗層 目前是白色 我們可以給它一個智慧型遮瑟片 這裡應該有 vamos 智慧型的遮瑟片要怎麼按呢 噶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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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пов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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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 是在下面 下面那個東西呢 我們要先把它的視窗先 對 但是它的Layout 那應該是叫做Layout 為什麼下面會突然不見 我剛剛有做誰 下面嗎 還是打開它就長這樣 它打開來就長這樣 Reset UI 所以下面這裡是要這樣 那個智慧型物件在哪裡 這裡 不是 在這裡啦 不習慣以前都在下面 剛剛講的一直在下面 對對對 這個是智慧型遮瑟片 那智慧型遮瑟片呢 我這樣子拉 直接拉到這個 這一層上面放開 對它就有個智慧型遮瑟片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有一部分透出來 一部分沒透出來有沒有 那遮瑟片應該也可以 mask edit 有有有 有沒有這個遮罩 我可以點兩下打開來 這邊應該可以有 反轉什麼之類的 還是沒有反轉 喔這裡有個Balance 這裡有個Inverse False True 我的遮瑟片不是反轉的嗎 這是騙我的吧 True 有點爛 好 那就這樣拉好了 喔它這裡面 我知道了 這個遮瑟片 其實這個只是在其中一個 對 它其實上面這裡還有 Global Balance 在這裡啦 有沒有 Global Balance 那這邊還有一個 Global Contrast Global Contrast 然後它 因為它混了 好像不只一個東西 所以它才會 剛剛下面有一個貼圖 在那邊 對 所以它有Testure 好像有 第一個一號貼圖 一號貼圖 目前是關閉 還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 這邊 這邊 這兩個貼圖 好像是沒有耶 False 不太清楚 這邊看起來 喔有有有 在這裡啦 貼圖 可是這樣 有兩個貼圖喔 有兩個貼圖 這是第一個貼圖 Grobal Rastafine 一個是Grobal Rastafine 所以我可能 我們再找一個 來試試看好了 再Fill一個 這一次換什麼 換成一個 就 深一點好了 然後要 粗糙度要高一點好了 然後這邊呢 我可能要給它一個 智慧型遮瑟片 這次換成 剛剛是這個 我正在思考 這個好了 這個好 這個 有了 有了 你看 你看 然後再來 我又可以調這一層的 不透明度 在哪裡調呢 它這個設計很好玩喔 它每一個東西 都有一個可以調 在這裡啦 有嗎 這樣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目前就已經 可以看到 有一種腦殘的狀態下 其實這個表現 就已經完全是 比你平常在 那個Photoshop 那樣的話 效果好很多了 好 先這樣